哈喽今天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正所谓一代版本一代神,每个赛季都理应迎来一轮新老交替 强势英雄不可能一直都强势 可在游戏里已经不止一次出现某些强势英雄强势了几个赛季却迟迟不虚的情况 今天阿里就来盘点一波那些引起公分的英雄 1.上官婉儿 这个英雄排位赛放出来了,基本都必拿,按照以往惯例 新英雄上线1-2个月基本合迎来第一刀 但婉儿上线至今接近5个月了 非半必选的高强度策划却时而不见 虽然上周体验服砍出了第一刀 但相信会玩的玩家都看得懂,这几乎不算是削弱 2.司马懿 司马懿的胜率和出场率虽然都十分平庸 但胜率第一不代表弱,只是有菜的玩家在拉低胜率而已 在高薪排位赛里,司马懿的半率甚至比选策阿科还要高 前中后期的爆发伤害都高得看不懂 只要敌方射手不是连体鹰,司马懿二级 基本就能拿到一血 3.菊肉精 菊肉精是目前高端局出场率最高的边路战士 伤害高得看不懂就不说了 跳板一直能切后排就像七菜一样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 仙的菊肉精比执行的巅峰时期还要强 边路只要不是对上鱼姬,基本都能稳稳单杀 小伙伴们觉得这三位英雄该不该做出调整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是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